無須客氣 本承相最想識足智多謀的人才 你多喝點, 多吃點 承相畏高權重, 都這麼禮言下肆 韓亮到現在 才知道哪個是真正的名主 如果當日我像文藥兄那麼幸運 可以投救到承相你 我就不用受了, 留給我屈辱 文藥說你有良賊 七日內必可跌取經咒 其實不是良賊, 只是略私小計 要取下經咒 最重要的是有賴承相你的鴻圖偉略 領導才能 請贊我的話 這麼多年來我聽夠了 我要聽良賊 所謂良賊就是離間蔡夫人和劉備 我真的從未想過 軟問其上 我知道承相現在最頭痛的 就是蔡夫人和劉備結盟 但他們的背後的績緣很深 蔡夫人一直想趕劉備出新事 而劉備也支持劉備做荊州目 要踢蔡夫人和她的親兒劉松出荊州 那為何他們又要結盟 本來他們正在開戰 蔡夫人處於下風 一定是劉備在威逼利誘之下 蔡夫人才唯有答應 要離間他們真是易如反掌 蔡夫人這麼討厭劉備 只要讓她甜頭 那形勢自然有所改變 沒錯,蔡夫人更是一個堅利忘義的人 只有更大的利誘在她面前 她一定會背棄劉備 好,那蔡夫人就真真正正的相容叛責 不替劉備防守 而劉備的荊州疑似就自顧不客 我就承虛而入,一舉催下荊州 好一個離間雞,好一個良茶 蔡夫人,很久沒見了 你只是曹丞相的密使? 正事 你們幹甚麼呆了? 我只是量禽雜木而棲而已 你們很羨慕嗎? 蔡夫人,尊貴的曹丞相密使 可以抬慢嗎? 奉叉 是 曹丞相有甚麼事要和我商談? 曹丞相說你們的襄陽叛賊大軍 防守得很堅固 連張遼將軍也攻破不了 你們曹丞相雖然人多勢眾 但我們佔盡地利,張遼這次嘗盡虎頭 東吳大水一退,你們的大軍也要知難而退 也不知樂得何時何日 你們能夠抵擋張遼將軍 只不過一時再打下去 你們最終都是全軍覆沒 我還以為你是來趕和 如果你再放肆的話,我就趕你出去 好,你不喜歡聽事實吧? 我就多說些事實給你聽 蔡夫人,只有曹丞相才能救到你 廢話 怎樣救我? 都是蔡夫人會想 你想想 就算你和劉璧真的守得住經咒 逼得曹丞相班師回歸去都 你會怎樣? 你還可以留在襄陽這裡嗎? 你要讓襄陽給劉璧 對,從此就過了一些機人離下 和受人打壓的日子 只會劉璧在背後嘲笑你 是一種利用於沒用的棋子 蔡夫人,其實劉璧一直在嘲笑你 我親耳聽過的 他們在背後叫你做死八婆 他每天都在咒你死,蔡夫人 劉璧,你敢… 他這樣對你,你還跟他合作 不過蔡夫人,你真是大量 既然如此 你這次來是想跟他說什麼? 要合作,就是和曹丞相合作 怎樣要相信他? 因為好處大得多 你們不用偏安一國 只剩下那四個小城鎮 還可以擁有整個荊州 和劉璧在生的時候 一模一樣,一切不變 你就是荊州木 曹丞相還說 會跟朝廷說封蔡夫人為護國夫人 那死八婆搞什麼花婚? 說了合作嘛 無緣無故跑去,她殺了嗎? 蔡母一退兵 曹丞立即增援,攻陷西邊逢線 時機配合得這麼好 不會是巧合,是早有餘脈 你意思是蔡夫人去特地撤走兵 讓曹丞直賭襄陽 蔡夫人很可能 已經和曹丞結盟,賭歌雙響 稟主公,貪子回報 呂將軍和文將軍 支援西邊的大軍已經戰敗 現在曹軍勢如破竹 我軍被逼退守安槍要塞 再探 是 那死八婆沒義氣,雷皆幫 你悔信喜義,我們也無可奈何 當無知今,是怎樣朗轉形勢? 沒有了蔡夫人的大軍 但形勢非常兇險,我們會輸? 建安十三年九月 曹操帶兵南下,流軍慘大 輸得坦坦腰 不可以輸得坦坦腰 主公,不如和死八婆說清楚 叫她轉態幫我們 她背信喜義,還怎會肯幫我們? 她不肯就求她肯 這是目前唯一的辦法 蔡夫人的確有我們扭轉乾坤的觀點 沒了她,再等到沒了一隻手 如果她反過來打我們 情況對我們更不利 如今我們西面竟然失手 我軍元氣大傷 傷口流血,如果不及時之血 就血流不止,死路一條 劉備,你有話不妨看文見山直說 不過我們之間似乎沒有事可以再商量 蔡夫人,我來是希望你們的軍隊 重歸荊州大軍,合力抗除 曹操要打的是你,關我什麼事? 一旦曹操侵佔荊州 仇府的荊州百姓 他們是你夫君的百姓 荊州是你夫君的心血 正正是關你的事 什麼你都知道 荊州有福於我們一家人嗎? 那有什麼好處? 是你私事在西邊四個小城鎮 曹操突破西邊城鎮 西邊已經失手了 我們連四個城鎮也沒有了 劉備,你沒什麼給我們 就不要來講條件了 她始終是你長輩 不要讓人嘔吓無言 不然蔡夫人,我家主公很有誠意 為了拯救荊州萬民 希望蔡夫人可以真是結盟 等擊退曹操之後 主公會重歸新爺 大公子劉琦要諸首崗下 那我童兒呢? 荊州 不過,我想劉皇叔親口說 我們會尊留重為荊州木 豐治荊州 尊我從而為荊州木,說得真好聽 不過曾幾何時,你們有尊重過我嗎? 你附近有恩於我,怎會不尊重… 那你在你後面欲罵我,叫我當死罷了 一個一向都不懂得尊重我的人 我為什麼要和你合作? 要不是你多事 我從而老了已經做荊州木 我是不會和阿拾銀合作的 跟我們不合作 荊州還會要曹操吞拼的 曹操已經答應了我,被重途荊州 其餘一切,如果夫君在位時 一模一樣,一切不變 曹操為僑雄,令我負天下人 能使不擇手段,心狠手賴 是不可以相信的 難道要相信你們嗎? 曹夫人,不要因為我和你的誤會 而影響大局 一切要已經到處中了 劉璧,你一直都以我為敵 我最渴望的就是見到你有今天 我更渴望的就是能夠親眼見到 你被曹操打敗,賤死沙場 劉璧,我的生死,一早已經自主導我 我求你,敬州為重 要你求我委屈了你,劉璧叔 我是真心求你,敬州萬魂為重 好,如果你能令我開心 我就考慮一下 參見丞相大人 不必度禮 言則氣語軒鱷必成大氣 蔡夫人真是教導有方 丞相是人中龍鳳 松兒,你要好好向丞相學習 松兒知道 得到蔡夫人你們氣暗投明 本丞相真是如虎天逆 最可笑是她的劉璧還猛言不知 還要求我跟她重阻荆州大軍 對抗乘相你 乘相,真是如我所料 劉璧再求蔡夫人 可見她已經去到走投無路的地步 是時候將她們一舉纏綿 韓軍師的看法很有見地 只要劉璧一除 荆州二師就群龍無首 只有立即投降 到時荆州就大定,回復太平 你現在看的是TV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鐘仔 訂閱吧